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a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一个礼拜两篇 但你也解识时事也了解新闻英文单字 那今天是12月8号 底下放的测验小连结 单字测验小连结会在12月20号的时候截止 请有兴趣作答的同学特别留意一下截止的时间 那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单字的有趣的记忆方法 以及长距的阅读技巧 那这个礼拜两篇 第一篇两篇新闻来源都是CNN 那第一篇是韩国生育率持续探底 第二篇是CNN评比说台湾的交通叫做人间恋狱 看得真的是心有戚戚烟 The Taiwan's living hell Traffic is a tourism problem, says critics 好,那搭配讲义效果加倍 那在底下我有放讲义的下载连结 非常欢迎各位把它下载下来收看 那第三四五六页后面四页 我有把字体加档 所以你如果有列印出来的话 直接列印后面四页就可以了 那本周的讲义长成这个样子 其中这一篇我是觉得也蛮有趣的啦 就是那个牛津字典票选那个年度最佳字 叫做Goblin Mode 那很多都翻译成坦平模式 我是觉得不太对 不是坦平模式 我是觉得那应该叫做在家的那种放松模式 或者是最原始的那个样子 邋遢模式之类的 那你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你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单字的部分 好,那我们看一下新闻重点 单字如下 人间炼狱的台湾交通 第一个人间炼狱 行人 行人 台湾美食住民 有很多自然的景色 我们台湾人很友好 但是台湾的交通 恶名昭彰 那个机车啊 常常会穿进又穿出 人行道的英文怎么说 好,看一下文章本身 台湾是Living Hell Traffic is a tourism problem says Critics Living Hell 人间炼狱 Tourism 这是旅游业 Tourism这个to to是什么 去 你喜欢去哪边去哪边 旅游业 Critic 这个是批评 要注意CRI 这里就是有CRY 酷 OK 台湾的人间炼狱的交通 是一个旅游的麻烦 评论者这样子说 同意同意 来,下一句 As been nearly two months since Taiwan left is in entry restrictions an ending mandatory quarantine allowing most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o visit the island 好,来,各位这边有个斗点 斗点先断句在这个位置 斗点断句啰 断句完之后 就看一下前面 前面这边单字 Lift 这个是解除 各位有拉高 为什么呢 就是你本来东西盖着 它出不来 那你现在你把它拉高 就是是不是把盖子拿走了 东西跑出来的 就是有解除 entry 入口 restriction 限制 mandatory 是强制的 各位这个单字是这个字来的 mandate 这个单字来的 那之前教过各位记 男人要约会 你如果年过五十六十 你再不去约会 你爸爸妈妈可能 你给我去约会 太牢了 快去 这个是教各位怎么记 mandate 男人要约会 mandatory 强制 quarantine 是隔离 所以 几乎是两个月的时间了 自从台湾 解除了台湾的入境限制 并且结束了强制隔离 两个月了 好 那这个后面开始补充 允许多数的国际游客 来拜访这个岛屿 好 各位这边有个after after是连接词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断句 断句完之后 vow 发誓 vow wow 我发誓 哇塞好棒哦 发誓 各位 vow wow 然后还有这个字 pledge p-l-e-d-g-e pledge 这个单字也是发誓 哪个字过来的 please 请发誓 所以 vow vow please pledge 都是发誓 boost 是改善 offering 是礼物 提供 attract 吸引 引起 所以 政府呢 从那个时候起 就发誓 要提升 改善 旅游客的这种礼物 就是游客的这种 可能 补充计划吧 并且吸引的million 是百万 1000万是吗 还对1000万的游客 国际游客 在2025年的时候 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游客回来 好 在什么之后呢 loosing out 失去了游客的revenue 游客的营收 amid 是在什么中 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 pandemic 这个单字是 疫情的意思 pandemic 好 but in order to lure and retain international tourists critics say chaiwan must first improve its road safety for drivers and pedestrians alike 好 lure是 引用 吸引 好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这个单字 attract 所以attract 跟lure 都是 那个 吸引的意思 retain 是保持 留住 road safety 这是道路安全 pedestrian 行人 alike就像是 就等等等等 这两个都都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为了要吸引 以及留住国际的游客 评论家说台湾 首先一定要改善 各位improve这个单字是改善 它的同意字就是我们刚刚遇到的boost 两个单字都是同意字 improve跟boost 要改善它的道路安全 就是 驾驶跟行人 alike 就是像是行人跟驾驶 都要改善 好 The island may be renowned for its cuisine natural scenery and hospitality but it is also notorious for its dangerous roads 好 renowned for 以什么什么为著名 各位renowned就是著名 以什么什么为著名 各位就是这个单字就是re再加上now 对 now是现在re就是不断 大家会不断提到你现在怎么样 就是很著名 OK Cuisine就是美食烹饪美食的意思 scenery风景景色 各位这个单字是一个重要单字 scenery就是不要美食都只会讲view 就是窗户打开 哇这个view真好 你可以改讲 哇这个scenery真好 就是听起来就是那个水准就很高 OK 好的scenery hospitality 这是好客 热情 台湾人非常的好客 notorious 恶民昭彰 那notorious很好记哦 教各位怎么记 这个是不是有个no 这个是不是有个to to是去吗 no to 叫你不要去 这边去不行 这边不行 这边不行 恶民昭彰 你很讨厌啊 哪边都不能去 notorious 哪边都不能去 知道 所以 这个岛屿 或许著名 以什么著名呢 以美食文明 还有自然的景色 各位台湾的自然景色是世界文明的 以及好客 人民非常非常的好客 hospitality 但是也很恶名昭彰 它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危险的道路 下句 Multiple countries including Australia Canada Japan and the US have specifically cored out Taiwan's road conditions Multiple 多个的 specifically 特意专门 这个单词很简单 就是special 各位你很难想象 各位special能够衍生出来的单词 非常非常的多 各位special 你不要只会被特别 special specifically 特意专门 他还能够衍生出非常多单词出来 以后遇到再讲 condition 状况 状态 所以很多国家 包含澳洲 加拿大 日本 美国 特别呼吁台湾的道路交通 道路的一个状况 road condition 就是该怎么讲 就是连别的国家都注意到我们台湾的道路状况了 实在是我是不是很了解 像各位我在台南 我就是很多路都喜欢重铺 像最近我家附近也有很多路重铺 然后就封马路 就交通大打结 可是就是很少会去注意到 要去铺人行道出来 就是不铺人行道 人行道就是怎么走 还是觉得不是很舒服 像我之前有小孩 要在推婴儿推车 很有感受 就是推到一半 尤其在骑楼推 有没有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就一定有往外推 推到车道上 就危险 好嘞 下一句 Be alert for the many schoolers and motorcycles that weave in and out of traffic Exercise caution when crossing streets because many drivers do not respect the pedestrian right of way the USA department wants Oh my god 各位这句话是谁讲的 我们先把这句话读完 你就知道 真的是 为什么我会把exercise 把它画黄线 各位不是啊 sorry 各位这边有大写 不好意思 各位这边有大写 所以我们大写之后面先断开 Alert 是机警的 weaving and out 穿进穿出 各位weave 这个单词就是边毛衣 织毛衣的直 要特别小心 许多的机车 还有autobine scooter跟motorcycle 反正就是机车 这些机车会怎么样 穿进又穿出 穿出这些交通 好 exercise caution when crossing street because many drivers do not respect the pedestrian's right of way exercise 是练习行驶 行驶 行驶谨慎 这两个字就是特别小心的意思 特别小心 当干嘛呢 跨越马路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驾驶 不会遵守行人 不尊重了 不尊重行人的right of way 路权 行人走在马路上 行人应该是最大的 那我们 也不能够怪这些行人 因为我们的道路设计 真的是大有问题 我个人是觉得 好 谁说的各位 这句话是美国国务院 就是美国外交部说的 他就是针对 美国外交部针对他们自己的美国人说 你如果要去台湾玩 你要特别小心台湾的道路 天哪 来下一句 还有各位 接下来换谁 美国警告完了换谁警告 换加拿大警告了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is more blunt Motorcycles and scooter drivers Don't respect traffic laws Blunt 更直接 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很直接 Blunt 懂意思吗 Blunt怎么记 就是blue 忧郁 你一讲就让人家很忧郁 对不对 我讲话很直接 对方听了就很忧郁 难过 所以blue Blunt 蓝色教你背单词 blue Blunt Respect 尊重 law 这个法律 所以加拿大的政府更直接 这个autobine 还有scooter 两个都一样 scooter这个单词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滑板车 不过我们滑板车就比较少 的这个驾驶 根本不遵守道路规则 They are extremely reckless 这些autobine 真的是 extremely 极端的 reckless 鲁莽的 不顾后果 Oh my God 加拿大政府 他就说 你们这些驾autobine 台湾人驾autobine 真的是很鲁莽 而且不顾后果 这样 欧北驾 各位 extremely 是极端 教各位怎么记 extremely 就是你 你就先看前面是不是有个extra extra是不是多出来的 再加上me me 多出来 我 各位 现在我 多了一个我 就是人格分裂的意思 很极端 OK 这样单词好记多了 extremely extra me 你可以把它并在一起 你可以写在一起 然后你在朗读的时候 你就一起朗读它 extra me extremely OK 还有押韵咧 好 Danger on the road A Facebook page that has recently gone viral in Taiwan posts no punches in its name Taiwan is a living hell for pedestrians Recently 最近 go viral 爆头 pour no punches 直言不会 就是你讲的很直接 同一字就是blunt 各位punch是一拳 pour这个单词是拉 什么意思 各位pour这个单词是拉回来 punch是拳 意思就是你没有任何一拳是拉回来的 意思就是直接这样打出去的 各位你可以了解那个概念 pour no punches 就是直言不会 每一拳都是用力的打出去 好 podestrian 行人 所以道路的危险 Facebook的粉丝页 最近就是很红 在台湾 直言不会 用他的名字直言不会 台湾对于行人来讲 真的是人间炼狱 Foundly December 2021 the page has nearly 13,000 followers a year later Found是建立创立 各位这个单词怎么记 它是find的过去 是find的found 很好记啊各位 那你要建立什么 你要创立什么 你首先第一步一定都要去找 你要创立公司 你要找钱 找人 找资源 找什么法规 找律师 什么之类的 所以创立你就要去找 找到你必须要有fund fund是什么 钱啊 fund是钱 记这个字 fund很有趣 找到钱 内心就开心 各位这样你这样子记 就比较不会搞混 found 对不对 这几个字 好来 followers 追随者 所以在2021年的十二月 就是去年成立 这个粉丝呢 有13,000个24,000 对对对 13,000的追踪者了 一年过后 Cities in Taiwan share a major issue Lack of payments and consistent walkways for pedestrians 羊偷CNN travel 就是羊先生 那major是主要的 issue就是问题 Lack缺乏 Pavement人行道 Consistent坚持的一致的 walkway是人行道 那各位这个 我教各位Consistent这个单词怎么记 它是CON再加上SIST 好那Sister这个就是姐姐妹妹们 CON是不是一起 你就想假设你有姐妹淘 你们一定要全部一起同生一气 懂于什么要自己 懂于什么要坚持 彼此的理念要互相坚持 有什么难过开心难过的事情 全部都要同一个鼻子出气这样 好记哦 Consistent 其他字就是还好了 所以在台湾的城市 有一个share分享一个主要的问题 就是都有缺少了人行道 还有连续的walkways 连续的道路 对于行人来讲 缺乏了这一些 然后要告诉CNN Travel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tatistics 42% of roads in urban areas have sidewalks statistic 统计数据 urban 城市的sidewalk 人行道 那各位人行道我们目前学到几个字 walkway payment 这几个字在说人行道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 42%的道路在都市区域 有行人道 各位在都市区只有42% 根本不够 连一半都不到 所以各位这个数字应该是一个太低的数字 对不对 but that doesn't tell the whole story 数字已经够低了 然后还没有说出全部的故事 就算有人行道又怎么样呢 继续往下看 哎呀真的是心有兮兮烟哦 The roads can be narrow full of park scooters and cars blocked by lampposts and transformer boxes and occupy stored fronts with plants or sideboards 哇单次多 narrow狭窄的block是阻挡 街区状快 代表它有封锁的意思 lampost的路灯 transformer box transformer不是变形金刚的箱子 是变电箱 occupy是占用 cyborg是招牌布告牌 布告栏 所以这个 这个那个那个 那个道路 可以就是很窄 有时候会变窄 然后呢 充满了很多停车的 机车真的是这样 我们的人行道 有时候就是停一堆机车 还有车子 被什么挡住 有的时候又会被路灯挡住 还有被变电箱挡住 然后呢 occupy storefront 就是被占领的商店的前面 被什么东西占领 被plants 植物 被植栽 有些商店店家 他会在前面摆一些盆栽 干嘛做出区隔 或者是cyborg 布告栏 有时候前面会有布告栏 对就是没办法 吸引顾客的那个眼球 真的哦 讲得非常的这个 一讲就是很很同意哦 Pedestrians are an often force to walk onto car lanes Yang said 那lane 这个是车道 所以行人经常被迫要走在车道上 真的是这样 真的没有错 Moreover Some pedestrian payments are patchwork of patios known in Taiwan as骑楼 built from different surface and height adversely impacting their walkability 然后各位 这个是普通说明 这个先断开 那这边有名词 加上PP 各位这个是形容词 各位出现在这里 呃有没有 这个 patchwork of patios 这个是名词嘛 那built 这个是那个那个那个 PP 就是动词的第三个形态 所以这个是形容词 我们也先把它删掉 那就剩下这边了 那看一下这一句 哎哎哎 好那各位这边有斗点 斗点在做删掉 所以我们真正 这一句的核心概念 就剩下这边 Pedestrian 行人 Pavement 行人到 patchwork 拼布拼凑 patch 补丁 贴布 patio 是 patio 平台院子还有露台 所以 更甚者 有一些行人的道路 行人到 经常是 patchwork of patios 就是 露天 就是那个外面阳台的 拼拼凑凑 拼拼凑凑 就是我们的人行道 根本不是人行道 而是店家门口那一块地 都拼凑起来的 没有统一啦 known in Taiwan 而其楼 就是我们讲的其楼 built from different surfaces and high 对了 surface 表面 high的是高度 高高低低 像那个在台南市区 这个火车站那边 之前有时候去推小孩 没办法推啊 真的没办法推 好来 adversely impacting their workability adverses 不利的 负面的 OK 可以 那各位adverses 这个单字是跟哪个字长很像 叫做 advertise 广告 广告对其他的产品就有负面的影响 买了你这个就不买其他人的了 impact 是冲击 workability 可行走性 所以负面的影响了行人的可行走性 好来 整句各位有再读一次吗 Moreover, some pedestrian payments are password of patios known in time one as chino built from different surface and heights adversely impacting their workability 好了 那以上就做单字复习 那各位这个文章底下还有 还蛮长的 好各位欢迎各位 你听完之后 你可以 点我的那个原文的连结 点进去你把剩下的 试着自己把它看完看看哦 人间炼狱的英文叫做 live in hell 行人 pedestrian 然后再来是以美食著名 renowned for cuisine 就是美食 然后自然的景色 natural scenery hospitality 就是我们台湾人好客 这很友善很热情 hospitality 恶名糟糟的 notorious 都叫你不要去不要去 notorious 穿进穿出 weaving and out 穿进来又穿出去 weaving and out 你就想你在编布支部那个感觉 人行道 payment workway 这两个单字都是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篇文章 全部的一个讲解 那在影片的这个位置 我有开启超级感谢的一个功能 如果说各位你真心觉得 看完这个影片 对你的英文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非常欢迎各位给我 这个有一些小额的捐款 你给我小额捐款 会给我两种感受 第一种感受就是我会觉得 哇 这是对我来讲 是不是最实质上的一个 鼓励跟回馈 我就觉得 哇 这是真的有帮到人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源 去做设备的一个改善 那如果说你觉得影片不错 也非常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清晰同朋友们知道 让这个知识可以传播出去 那如果说你也觉得不错 也欢迎各位可以给我留言 可以给我留言说 你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影片里面 你觉得你学到了哪些东西 或者是留言给我鼓励 这个也是给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馈 说真的 每一次看到这个大家的留言 我都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好 那这个接下来是Quizis 各位那个有单字测验的小连结 那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我没有拍嘛 上上礼拜有艾斯摩尔来台湾征才 那有这个前三名是陈嘉诚同学 Kevin Lee 同学 哇 Kevin Good 做了十次 胜利利害 胖胖同学做了两次 相信单次有非常非常印象深刻 第二篇是G20 G20这个是第一名是胖胖同学 不错不错 接下来两位Ethan 哇塞这个是世界真是如此的巧妙 看这个大小写后面有数字 然后又有不同的图像 我在猜应该是两个不同的Ethan 同时之间上榜了 恭喜恭喜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全部的影片了 那我还有另外一篇是韩国生育率 不断的破纪录 就是到底破纪录 也非常欢迎各位的收看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拜拜